哈利 各位小小弟 老天文哥來了 今天這一集是解答這個小老弟妹的問題啦 其實我有收到私訊就是 其實小老弟很多人在問這個極空戰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品牌 那其實這個之前我就有講過了 這個是應該是我們台灣自己研發的吧 我是覺得這個品牌的它的產品是厲害在於說 它很堅持的要去做這種可以防摔又透明的 所以我其實是給予蠻高的這個肯定啦 就是至少他們願意去創新去永不變幻嘛 而且它的終身的保固什麼都好像非常好 售後的服務很好啦 那但是你說小老弟妹要我說這個 可不可以請版大買來開箱評測 我先講出我的幾個點啦 首先這個品牌它有分這種背板是有磁吸跟沒有磁吸的 那我一定是會選這種背板有磁吸圈的嘛 那現在一定都是這種類型的嘛 那它這個殼就是還有它有這種磁吸圈的以外呢 它也有這種底面是有做一個立體凸起來的支架 那這個立體凸起來支架是凸很高的喔 你們可以實際點進去看喔 然後另外一款是它比較新的支架是360度的 它也是做這種可以直接這個末路這個背板的支架 那我先快速講一下喔 如果你有支架需求的 我是認為這一款背板的這個可能會影響到磁吸啦 如果你有在吸充電器的話 所以這一款我可能即使它有支架我可能就不推啊 我寧可你去選這個圓形的這個 因為這個末路的啊 你如果有像那種原廠的充電器啊 或現在市售很多充電器 你可能是要選這一款比較不會因為它下面那個支架去撞到啦 這種有下面一個支架的 它這個是蠻凸的喔 然後再來就是說 好現在解決了說 後面磁吸的行動電源的話 那你還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它這個手機殼它是很厚的 你們看這個這個邊啊 所以你對於說你喜不喜歡手機殼很輕薄的人 我覺得你就要考慮了 然後它的這個邊是有圓的倒角的凸起啊 我先找這個圓形的給你們看喔 就是簡單的啦 不是圓形啦 簡單的造型的給各位去看啦 所以它的這個邊就是 它要防止這個你們所謂的敲敲板嘛 又不要去撞到桌面 所以它有凸起 那它的好處是 它這個設計是圓的倒角 我知道這種圓的倒角手感會比較好 可是它的這個凸我覺得凸得蠻高的 那像我自己有在攝影 我們的行動電源 我們會攝影的時候是橫放的 所以它這個對於攝影的話 就不服貼啊 所以這一個殼就會很可惜 那這一個殼可能就派不上用場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可能偏厚 另外就是說它的這個邊角的這個設計啊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啊 這個有這樣子凹洞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那個殼喔 不會有這種凹洞 摸起來是不是有刮手感 而且它這個凹洞是蠻大的 不過這個我是覺得像我到後期都是用 這個透明殼我都用很薄的喔 這種很厚的 而且背板不平整的 實在有一點買不下去耶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 一個考量啦 所以我 可能不會買這個殼來評測 如果今天極空戰甲它是背板是平的 然後它做輕薄一點 然後它那個邊不要 就是 有那麼大的這個 凹槽喔 可能我會去考慮啊 那我還是必須要很誠實的講這種 我們在使用上會遇到的一些問題啊 那也許很多的 它在講這個保護殼的時候 它沒有講得那麼仔細啊 那我只是把說我們用過的經驗 跟各位去分享 它這個背板是高的 你就要想清楚說 如果你有用磁吸的 背板的相容性啊 另外它這一版的 我不知道它說 像以前的版本 好像它的背面會那個 會有水波紋 還要去貼那個 保護貼啊 我不知道它這一版的有沒有改善 就是說它這種它做的必須 你要有貼一個膜 它才不會有水波紋 它現在的背板不知道 是不是有重新設計過了 總而言之這個殼 我是覺得太厚重了 不然如果以這個 我覺得台灣的它這個創新是很好 可是有沒有辦法再輕薄一點 或者再簡約一點 就是你會讓人家感覺說 這殼很像很複雜 那你很複雜 我們用那麼多保護殼的 我們用很輕薄精簡的 就會有一個卻步感 就是不想要去碰觸那種感覺 那當然這是我的一個想法啦 總而言之我還是比較多的原因 是MagSafe的問題 好吧 那今天自己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